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段再度迷失的人生 只有珍惜才能拥有 只有远离才会重生 当时你的意志力必须是非常之强 追踪黑鬼墙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警方击毒的案例过去我们报道过不少 今天的案例仍然与此有关 不过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毒贩的人生故事 在他的人生经历中 毒品给他所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令人震惊 也让人感伤 今天的故事是从一个绰号黑鬼墙开始的 顺德警方最早听到黑鬼墙这个绰号 是在2015年10月 那时警方还不会想到 这个绰号背后所隐藏的复杂的故事 甚至还不知道这个绰号所对应的人是谁 警方只是在例行工作中 对一名吸毒人员进行询问的过程中 听说在顺德当地有一个涉嫌贩毒的人员 他的绰号叫做黑鬼墙 就是说在大梁街有一个卖的比较大的 就是毒贩 吸毒人员举报的这条线索 给警方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因为近几年顺德警方不断加大 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 能够形成一定规模的贩毒窝点 基本上都被捣毁了 黑鬼墙究竟是什么样的漏网之鱼呢 遗憾的是 举报人也只是无意间听别人说起过黑鬼墙这个绰号 对那个人的真实姓名及年龄等情况一概不知 民警也只能从这个绰号上尝试着分析出几点可能符合的信息 那个贩毒人员可能肤色叫黑 精明强悍 他的名字里面可能包含一个强字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肯定有那个吸毒人员的档案各方面的 我们一般听到有这样的话 可能会在那个数据库那边去翻查有没有这样的人 但是没找到原来这个外号的贩毒人员 民警在吸毒人员中间进行了一番按住摸牌 没有结果 而以往从事贩毒的人员也基本上都被当地警方抓获 黑鬼墙到底是谁呢 民警继续对反映情况的吸毒人员进行仔细了解 那个人经过反复回忆 终于提供出一条重要的信息 在一次毒品交易的过程中 黑鬼墙曾经开过一辆丰田牌的汽车 车牌尾号是数字相连的 接下来民警对佛山市的汽车进行了大量的查询 却发现丰田牌汽车的尾号没有三二一相连的 而三二一相连的车并不是丰田牌的 这个时候我们的市场就汽车了一个比较 没办法再进行上去的情况 关于黑鬼墙的线索少之又少 这反倒激发了民警的斗志 因为毒贩隐藏的越深 它对社会的危害可能就越大 警方决定不管下多大功夫 也要把黑鬼墙给挖出来 而这么一深挖 一段曲折离奇 令人唏嘘的故事 也随着黑鬼墙这个绰号 渐渐浮出了水面 车牌号码是眼下警方所掌握的最为接近的线索 仍然不能放弃 民警再次把佛山市所有的丰田系列的汽车 进行了仔细的梳理 突然一个尾号为621的车牌号码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这个牌照跟举报人所说的321只差了一个数字 就发现有一台就621的 它在那个登记前也是我们胜德大量的人 那么这辆车的主人会不会与那个黑鬼墙有关呢 而当民警对那辆车的车主信息查询之后 不禁大失所望 车主姓张 21岁 刚刚大学毕业 一个21岁的大学毕业生 似乎很难让人和黑鬼墙这样的老江湖联系在一起 但是接下来 有关这个小伙子的一条信息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因为他的父亲叫张万强 名字中间恰好有一个墙字 那么绰号为黑鬼墙的人会不会是张万强呢 接下来的调查更加印证了民警的猜测 民警查询到张万强早在2005年就因参与贩毒被判刑三年 据警方了解张万强过去不仅犯过毒 而且也是个吸毒人员 可是自从他上次判刑入狱之后 就改过自新了 也渐渐的淡出了警方的视线 他交流的人员是比较正常的 是做生意的人 但那个吸毒人员和西班毒人员的接触很少 莫非这么多年过去 张万强又开始重操就业了吗 随后民警对张万强展开了重点监控 民警发现 登记在张万强儿子名下的那辆丰田汽车 平时的确是他在开 民警了解到张万强名下有一家中型工厂 是几年前开起来的 但是在进行了几天的监控之后 民警发现了一个有点奇怪的情况 张万强是工厂的老板 但是去工厂并不多 反倒是他的儿子平时在工厂负责 张万强四十多岁 正是年夫立强的时候 他的儿子刚刚大学毕业 为什么张万强会把工厂交给年轻的儿子管理 他自己又在忙些什么呢 民警发现张万强并没有与儿子住在一起 他在大梁某小区租着房子住 而经常出入那套房子的有一个年轻的女子看起来还不到三十岁 从年龄上看他应该不是张万强的妻子 那名女子是谁呢 民警发现尽管张万强平时不怎么在工厂里 但是他经常开着车外出还显得挺忙碌的 那么他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民警对他进行了几天的跟踪 发现他经常到广东东莞去 并且行踪比较隐蔽 他经常开车兜圈子 有两次民警跟踪他 中途都跟丢了 活动的地方跟他做的生意也是不同的 怀疑是不是他去那边去购买毒品 据举报人说 黑鬼墙拿货的地点多在东莞 这与张万强的活动轨迹比较吻合 据此民警判断 张万强有可能真的涉嫌贩毒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情况令民警有些不解 尽管张万强与一名年轻女子同住 但是经常与他一起开车外出的却是另外一名女子 那个人看起来稍大一些 三十几岁的样子 第二名女子又是谁呢 抓住了人东西却不知去向 出租房的角落里藏着真相 那里有工具 门后面 追踪黑鬼墙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各种迹象显示 这个张万强很有可能就是钱藏着的毒贩 黑鬼墙 接下来民警要做的就是严密监控张万强 力求人赃俱货 但是让民警特别疑惑的是 张万强明明已经改过自新了 他为什么会再次迷失在毒品中呢 那两名女子在本案当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2015年10月29日下午 民警发现张万强驾车离开佛山去了东莞 和张万强一起出去的还是那个三十多岁的女子 但是他们在东莞转了很久 只是逛街吃饭 直到天色暗下来之后 张万强到了一个路口 和一个人接上了头 似乎对方交给了张万强什么东西 但是因为车辆和人流遮挡的原因 跟踪的民警并没有看清楚 张万强很有可能是再次运输贩卖毒品 民警决定就在这一天对张万强采取行动 天黑之后 民警发现张万强和那名女子在顺德一家宾馆开了一间房 交易 交易回来以后了 回来以后 然后你没有直接返回来他居住的地方 随后 他们又开车去了一家歌舞厅 民警跟踪发现 他们跟几个朋友一起唱起了歌 由于现场人多 民警没有采取措施 等了两个小时之后 等张万强离开歌舞厅想要开车走的时候 民警截停了那辆车 直到现在 民警才近距离的看清了张万强的真容 张万强肤色的确有些黑 但是看起来文指彬彬 戴着一副眼镜 面对突然到来的警察 他显然毫无思想准备 但是他并没有反抗 张万强说他并没有携带毒品 于是民警开始检查他的车 可是找了一会儿民警一无所获 这时民警有了一些担心 莫非张万强在与朋友聚会的时候 把毒品转移了 如果是那样就有些麻烦了 压力之下 民警再次对张万强的丰田汽车 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终于在车门板内侧 民警有了发现 经过称重 这包海洛因重量为388克 面对民警的讯问 张万强说 他只是买了一架毒品来吸 他并没有贩卖毒品 交代买了9万4千元的毒品 也不承认是贩卖 就说自己是拿来自己吸的 就是这样子的 张万强到底有没有贩毒呢 和他同车的那名女子叫方红 34岁 他说她是张万强的女朋友 两人是一年前认识的 方红说 对于张万强涉嫌贩毒 他一点都不知道 他只是跟着张万强出来玩的 随后 民警带着与张万强同车的那名女子 来到了他们开房的宾馆 民警在宾馆里的一个角落里 发现了用于吸毒的工具 但是经过仔细搜查 民警并没有在宾馆里发现毒品 如果张万强涉嫌贩毒 他的住处可能会藏着一些毒品 随后民警又来到了张万强的租住地 在这里民警见到了另外一名女子 正是先前民警发现的那个比较年轻的女子 她叫李兰 26岁 她说她也是张万强的女朋友 两人认识好几年了 面对民警的询问 李兰显得颇为惊讶 她说她也不知道张万强贩毒的事情 在这套房子的一间屋子里 民警很快发现了一整套的制作毒品的工具 在进一步的检查中 民警又发现了一些白色的粉末 这些经查证也是海洛因 比在张万强车上缴获的要多一倍 据李兰说 那间屋子平时张万强不让他进去 有时来了朋友 他们会到里面关上门交谈 直到现在他才知道 张万强是在里面自己加工毒品 并且把制作好的毒品卖给夏家 你有没有帮他转过毒品给别人 没有 放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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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证据面前张万强无法再抵赖 面对警方询问 他浑身颤抖 吸毒入多年了 吸的量比较大 我们抓他回来以后 他短短几个小时就发毒瘾了 张万强向警方交代 他从东莞那边买到高纯度的毒品海洛因之后 拿到家里经过加工 再制作成低纯度的卖出去 从中赚取差价 民警了解到 通过这种加工 张万强可以获得数倍于成本的利润 警方经过进一步侦查 发现与张万强来往的两名女子方红和李兰 本身不吸毒 对张万强制作和贩卖毒品的过程 也都没有参与 因此 警方没有对他们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 患难与共 家庭的温暖却换不来回头 再入迷途 伤害的是几个人的人生 追踪黑鬼墙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张万强曾经因为贩毒被判刑 不会不知道这种行为的严重性 他这次为什么又要重操就业 妻子跟他患难与共一起绊起了工厂 张万强怎么就不珍惜跟另外两个女人同时来往 这些年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 后悔莫及 人生走出一步路没有后悔 后悔莫及 后悔莫及 这是身在看守所里的张万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张万强说 这辈子让他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染上了毒瘾 张万强的吸毒史其实已经很早了 十几年前他跟朋友一起玩牌的时候学会了吸毒 很快就上了瘾 而眼下让张万强后悔的并不仅仅是自己再次因为贩毒被抓 而是四年之前他的家庭已经解体了 妻子已经与张万强离了婚 我不想跟他一般 就不想跟他一般 最后说他要先是你医生了 在这一次张万强被抓之后 民警见到了他的前妻和儿子 张万强走到了如今的地步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回想起往事 这对母子心里的滋味都很复杂 如果害人和其他体力就是七比三 七比三 其实呢 今天毕竟他是我的父亲 怎么说的话我确实知道 我这一面我也有 这是我也读过书 他不是不得了 所以这是错的 在张万强儿子的心目中 父亲曾经是很优秀的 张万强很聪明 有能力 人也踏实肯干 在改革开放初期 他就自己做点小生意 在周围朋友中间也算是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可是自从十几年前张万强跟着做生意的朋友 学会了吸毒 就成为了他以及整个家庭的转折点 张万强的前妻说 以前两人的感情很不错 他曾经想尽了一切办法规劝丈夫戒毒 并且还经常带着张万强四处求医 遗憾的是张万强说 那时的他年轻气盛 再加上手头有些积蓄 所以认为吸食一点毒品没什么大问题 最终在2005年张万强因参与贩毒被判刑三年 那时他的儿子才11岁 不过庆幸的是 在此期间张万强终于戒毒成功了 出狱之后 不计前嫌的妻子筹集资金 和张万强共同开办了一家工厂 效益一度不错 眼看着全家的生活开始步入正轨了 可没想到 两年之后工厂经营出现了一些问题 张万强在心情烦闷之下 最终没能控制住自己 他又吸上了毒 张万强的前妻说 他发现从复兮开始 张万强的性情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据张万强的儿子说 其实就在张万强复兮之后 家人也仍然没有想放弃他 最终导致家庭解体的直接原因 是张万强有了外遇 张万强儿子所说的外遇 指的就是26岁的李兰 李兰是五年前大学毕业之后 就到张万强的厂子里工作的 渐渐的两人产生了感情 在李兰看来是张万强的稳重踏实和聪明能干 当初吸引了他 而在工作中 他也为张万强付出了很多心血 张万强曾经说过要和他结婚 但几年过去了也没有兑现 而自从复兮之后 张万强也就变得似乎越发令人无法理解 一年多前 在正与李兰交往的过程中 他又结识了另一名女子 35岁的方红 方红当初也是被张万强的稳重能干所吸引 可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 张万强的情感世界里还有一个李兰 而张万强游离于两个女人之间的状态 对两个人都是伤害 张万强说 现在回想起来 那段荒唐的经历都是重新吸毒导致的 毒品一旦复吸 毒瘾往往会比过去更大 那几年间 吸毒所产生的幻觉与错乱 让他时常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难说来说 医生骨头好像比这个蚂蚁咬一样 口水冰天 流这个口水 打哈哈 每个吸毒人的他的反应 跟对待身体 各方面的伤害都比较大 你的思考问题 也没那么灵活 其实在与张万强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 李兰和方红都知道了张万强吸毒的事情 他们也都苦口婆心的劝过他 在他们看来 如果不吸毒 凭着张万强的能力 他一定会有更好的生活 特别反省 这次都特别反省 真的 据李兰说 常年吸毒已经导致张万强有些神经质 他有时会听到张万强在睡梦中 说一些可怕的话 所有人的劝戒最终都无法约束张万强 随着吸毒量的不断加大 他不得不再次用贩毒的方式来维持自己吸食 直到再次进了看守所 张万强才感觉到这几年的经历仿佛黄凉一梦 又回到了起点 只不过几年间 他已经失去了很多 家庭 事业 情感 此外 还有健康 这几年 张万强已经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心脏和肝脏都出了不少的问题 张万强的腿上有一大片溃烂的痕迹 这也是吸毒导致的脉管炎 张万强经常会在睡梦中疼醒 如今身在看守所里的张万强说 他反倒平静了一些 张万强说 他宁愿用这次的失去自由 来换回自己人生的重新开始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大伟教授 欢迎王老师 你好 张万强曾经因为贩毒被判过刑 出狱之后戒断过一段时间 还开了厂子 本来日子过得已经正常了 但是现在又复兮了 还贩毒 这个毒品一旦沾染上 是不是非常难戒掉 对 过去有一句话 叫一朝吸毒 十年戒毒 终身享毒 如果我们把长期吸毒的人的那个大脑打开的话 那么正常人咱们那个大脑啊 是一块嫩豆腐 一摁有弹性 是很软的 而长期吸毒的这个呢 它的这个脑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 形象的说就是一块冻豆腐 上面有一些个眼了 已经 这个时候你去摁它呢 它的弹性也差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啊 你的这个吸毒 你和吸毒的斗争 不光是个心理问题 实际上你在和生理斗争 这个的难度就非常的大 那对于那些真的想戒毒的 曾经吸过毒的人 有什么好办法 对 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历史名人 他年轻时候都吸过毒 是吧 到后来呢 都把它戒除了 那么这个呢 我们首先要树立一个信心 这是一 第二呢 要有强大的自制力 那么你知道毒瘾犯的时候 它是非常痛苦的 它是生理和心理 双方面的啊 这种痛苦 附加在一个人的身上 当时你的意志力 必须是非常之强 第三个呢 还有一个社会的监督机制 有的人为了借除毒瘾 他可以说 让亲戚朋友都来监督他 是吧 他一旦再有这样的 像西的这个 哪怕是一点点思想的 一闪念 那么亲戚朋友啊 都要来监督 而且他还有一个 逐年逐月的考核机制 就说 比如说可能一个月 我就要考核一次 你这个月是不是没息啊 那么三个月要考核一次 半年再考核一次 所以它是个系统工程 只要我们每一步都做到 借出毒瘾 还是有希望的 嗯 也许有很多人 包括张万强自己 眼下也会在想 如果我不沾染上毒瘾 我的人生会怎么样 如果我不第二次复息 我的人生又会怎么样 但是人生没有那么多的如果 对于一个想要拥有幸福 生活的人来说 永远都不要去沾毒品 永远都不要吸 第一口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王老师 参与我们演播室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不吝点 说